由劉德華、古天樂、苗喬偉主演的電影 完成內地及台灣等地宣傳之後 這天終於在香港舉行慈善手影 三大主角現身和粉絲打招呼的時候 即時引起陣陣尖叫聲 古仔和現場的朋友打招呼吧 三公 三公 大家好 這天出席的還有三個太太積美珍 陳家洛、惠絲雅 場面非常熱鬧 電影在海外也受到關注 成為紐約亞洲電影節閉幕電影 身兼監製和演員兩大重任的華仔就說 都要多得團隊背後的努力 他還大讚故事三哥兩位拍檔 以前大部分監製都是自己一個演員的 這次監製很開心 就是要管兩個更厲害的演員 那個成功就很強 好 即是管得到的 管得到的 好聽話的 聽話的 聽話的 當中有任何跳皮和動作出來的 表演是跳皮的 工作是順利的 好 其中華仔和故事由好兄弟發展到反目成仇 主題曲華仔也找來故事大開金口 兩大型男合唱相當有話題性 華仔早前提過故事為陸哥做了很多筆記 他這天再次讚賞故事夠細心 我看到那張紙我挺感動的 真的 真的 真的做好了功課 因為我不懂 所以要錄下 所以既然故事養成了一個這麼好的習慣 會不會打算繼續唱下去 多一點再翻唱 唱歌我真的沒什麼想法 不過今次是華哥邀請 我又聽了首歌我覺得我自己很喜歡 所以一拍即合 三哥為甚麼不唱華奮 那他們兩個唱 我還唱來幹甚麼 即是甚麼這樣 即是甚麼 下次你唱歌 因為我不懂唱 故事也沒有教我 抹下透氣位 我幫你抹… 三哥戲中飾演周旋 在華仔故事兩人中間的警察 他坦然在浩熱天氣之下 拍槍戰場面非常難忘 不過就不算很辛苦 好東西 其實監製留給我的那些 全部都是槍戰的 所有動作都是沒有的 我們沒有拳腳交打的 一來就拔槍了 所以開槍那些 我覺得算是一個挺輕騎的動作 飾演三哥手下的韋斯瓦和陳家樂 有不少對手戲 加上宣傳的時候 又經常招直相對 真是見對方多過見家人 最近做電影宣傳多 見的都是家樂為主 見到驗了嗎 驗了嗎 有幾年 其實我最想見她的不是我 是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喜歡她 喜歡多過我 我的侄女 我和她面對面 她第一時間只是和她面對面 完全是不理會我的 很不開心 我們很少合照 我們很少合照 我的家人也很喜歡她 我的姑娘 不斷留言 叫我錄音給她 叫我們兩個支持 我都很害怕 真是很煩 慧斯瓦又表示 之前和華仔去到內地宣傳的時候 感受很深刻 她說在商場舉行活動的時候 粉絲的尖叫聲鎮耳玉龍 超級震撼 令她親身感受到巨星的魅力 謝謝大家